但台灣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 因為吳寶春事件原本受限制度 也就是學歷不符 可是馬總統一句話 教育部馬上改 這反倒變成綠營的笑柄 績笑這是一個馬後炮的政府 靠著揉麵包的巧手 拿下第一屆世界麵包冠軍的吳寶春 如今想到EMBA進修 卻因為學歷不符四處碰壁 引發輿論一面倒批評 21號馬總統和行政院長 將一話研究後 指示教育部檢討相關辦法 吳寶春先生這樣在國際上 已經證明了他的能力 並且有這麼重要的成就的人 那麼政府的相關法規 應該要有合理的修改 對於類似將來 只要有這種重大的成就 但是在學歷上面不吻合的情形 我們應該要有更彈性的制度 真的不能念嗎 前總統李登輝也跳出來 為吳寶春教區 以前的秋雙飯 他到政地大學的祝福 他有那個大學畢業 他也沒有 做到處理的 扣除他的遺留 有這種的禮 過程有這種的情形 對不對 他是根據誰去投研究所 輿論一面倒批評教育部學制僵化 馬政府火速研擬修法 條件放寬讓技術類科 可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報考研究所 立委認為制度應該全面檢討 而不是弄一個吳寶春條款 這是一個馬後炮的政府 這個教育制度的僵化 其實吳寶春只是很多例子當中的一個 政府只看到這個現象 才企圖要亡羊補牢 如果因吳寶春先生而來改變 整個招生的制度 我覺得是陷吳寶春先生於不易 就是擔心被質疑 政府的好意 吳寶春第一時間就婉拒 希望不要為他開線力 新加坡爭取吳寶春去年一MBA 政府才驚覺人才外流問題嚴重 吳寶春的案例 更凸顯台灣學制僵化的問題 油田TV 陳雅宏 李黃軒 台北報導